大家好,我是孙宏赫 新商业大智慧,我每天都会给大家讲教材当中的视频 到现在为止已经讲了150多届了 年底将要到了 希望大家能够做好2019年 2019年的话有三个事儿 大家一定要做 不管做好做不好,你得了解 第一个事儿自媒体自媒体 第二次是社交化社交化 第三个事儿是新零售新零售平台的选择 那今天的话呢,我再给大家说一句话 也算是一个祝福吧 也算是一个提醒 叫做穷人一定要赚小钱 穷人赚小钱是咱们的命啊 我也穷,我也不是富人 富人赚大钱,那是他们的坑啊 啥意思呢,你想过没有啊 现在有很多人小乔不愿赚 大钱赚不来 你比如说有很多很多做新零售的 他非得是做多集和发展的 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 我说应该做天猫的一个叫密源的一个平台 啥意思呢 反正咱们也是在京东和天猫上买东西嘛 第一,然后有约会件 第二,我们买个便宜的产品 第三是什么呢 是又不花钱 所以在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下 我买了京东的产品 有优惠不花钱的下载了一个APP 我分享呢,还能给我额外的分离 那就相当于我们在下载一个抖音啊 我在做抖音的过程当中 我还能够得到一点点什么粉丝 就有了一些收获 就这样一个心理吧 所以呢,这就是小钱 很多人不愿意赚 很多人说,那我应该花个几千块钱做代理 我应该开个店啊 约赚几十万啊 那这个不是咱们普通人大众创业者的 应该选择那个路 因为你想过没有 路再小啊 他不赔钱 有风险可保障啊 成本风险才是我们最应该想到的 大众创业者应该想到这一点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左手有了个自媒体 水平化发展有了很多很多的粉丝 解决了全新流量的问题 人的问题 又解决了信任的问题 因为你是自媒体嘛 人嘛 你有了一个自媒体的影响力 再加上一个很什么的 很没有门槛的 低门槛的啊 这样一个供应链新零售平台 而且大家都了解的天猫和京东 我不管天猫和京东 你有什么质疑 反正你离不开这两个东西吧 一解合 是不是我每天赚十块钱也是赚 我每天省十块钱也是省 我每天赚一百块钱也是赚 我每天省一百块钱也是省 这就是小钱 小钱就是我们所说的辛苦钱 踏实钱本分钱 可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富人什么 今天投一个虚拟货币 今天投一个P2P 今天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区块链 结果呢 结果全部被保 股票一下子一下子什么变率 对吧 也要P2P各种问题 那你想想吧 所以富人其实不断不断的为了赚大钱 而不断的变成坑 也要沦为什么呢 辛辛苦苦又回到了革命前 我们不应该学 因为我们没有钱 我们在没有钱的基础上应该相信红色做好这三点 第一点最重要的是自媒体解决人的问题 解决信任的问题 第二点是什么 做好社交化 千万不要做什么呢 不要做三级以上的这种分销裂变 这种一定是我是你的朋友 你朋友也是我朋友 仅此而语了 强关系和次强关系 就是社交化做好 然后再做一个新零售 新零售就没有门槛 有门槛我不做 就相当于今日头条 说今日头条 告诉我了 你要下载的话 必须花5块钱 微信要下载 必须花5块钱 我不做 对吧 所以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媒体加新零售 加一个什么 社交化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小成本创业 赚小钱 当我把这个小钱赚好了之后 是不是一点点能积累 因为互联网的工具太发达了 就相当于你现在做今日头条 我最早做今日头条的时候 才10个粉丝 到现在为止我32万的粉丝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我从拍第一条短视频 到现在为止1300条短视频 这赚的不也是辛苦钱 是不是 所以穷人赚小钱 是我们的命运 也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不是富人 那么就不要想着赚大钱 快速赚钱的事 富人快速赚钱 想赚大钱 也是他这辈子的最大的坑 他早晚会扔进来 我是红克 每天8点半都给大家直播 如果大家喜欢或关注 密源这个平台 大家可以要我的邀请码 我的邀请码就是我的手机号 我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号 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在私信上交流 好吧 然后有我微信号的话 也可以给我私信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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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